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上一次把庫卡1.5和2.0拉出來比較之後 討論度非常高 今天我們拉出來的是SWIFT 一台是1.4波輪增壓 一個是1.0渦輪增壓 兩者的價差大概14萬 今天的影片要告訴你 你應該買哪一台 我們先做一個在網路上討論度很高的 就是它引擎的抖動 現在兩台都發動 而且冷氣開到第一段 看一下 我把水不會騙人的 水放在這個引擎上面 你看那個水上面那個抖動 看清楚喔 它是這樣子 我們放在1.0 三缸 不到1000cc 你看它抖動的程度 我剛剛已經有檢查過它的油量 機油的油量其實都是夠的 但是你看它抖的程度 這個抖不會直接全部傳進到車內 另外還有引擎腳 引擎腳會稍微減低一點抖動的程度 再傳到車內傳到駕駛者 這個抖其實很正常 因為它三缸 這兩台車的價差大概在14萬台幣 這個14萬台幣 除了這個抖的程度以外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析 這兩台車到底哪一台車適合你 接著我們來講這兩台車 黃色這台SWIFT SPORT 它的排氣量1.4 然後紅色這台是1.0的 兩台車的排照稅的差異 如果是1.0的部分 它一整年的費用值大概是8600塊 1.4的部分要破萬了 一年的差異兩台車是3280塊 我們一樣把它設定成 你擁有這台車是五年 五年下來會差16400塊 再來一個就油耗了 原廠公布的平均油耗在1.0的部分 它的車重是它很大的油耗 它不到1000公斤 它的平均油耗每公升可以跑19.2公里 在SWIFT SPORT其實也不錯 以性能取消的車款 它的油耗表現1公升跑16.6公里 假設你一年行駛15000公里 你一年在1.0的部分會用到761公升的汽油 一年的油錢是23438塊 我們小數點就取消掉了 五年下來用到117000塊左右 在1.4的部分它的平均油耗 一公升跑16.6公里 你一年需要用到904公升的汽油 一年下來用到27120塊 五年下來用到135600塊 兩台車五年的油耗的差異 就是你負擔了油錢的差異 其實不多 只有18400塊左右 好了 油錢差18000 稅金差16000 兩個加起來大概差3萬多塊 這個3萬多塊我想對於消費者來說 因為你攤提掉五年 3萬多塊一年大概六七千塊 我覺得會買這輛車騎的人 可能不會很在意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會擺在 第一個你肉眼看得到的外觀和內在 第二個你要實際駕馭過後才感覺的出來的 就是它整個開車的感覺 有非常大的不同 兩台車的外型很明顯也可以開得出來 就是肉眼看得到第一個空力套件 在Swiss Pro的部分不管是水箱護照 包含了空力套件和1.0有很大的差異 從車頭車側到車尾 另外一個你看得到就是輪圈 兩台車輪圈差異幾 一個是17吋 如果是1.0的版本是16吋 我想這對於油耗上也會有一些差異 不管任何一個等級都沒有天窗 但是基本的便利 甚至包含了安全配備都是一樣的 便利配備包含了車門的桿鑰匙 後視鏡上整合了方向燈 但是都沒有車側的盲點 說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 不管是1.0或1.4的Swiss 目前都沒有搭載 比較高科技的主動安全 我是建議原廠 甚至未來的Vitala 來到台灣 小改款來到台灣之後 可以讓高階車款搭載一些 譬如說盲點 跟車系統 自動煞停 因為它的技能對手 慢慢的都會搭載這些配備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不搭載的話 也許你價格上的優勢就會消失了 另外一個重點當然就是引擎 我們剛剛拍了斗的畫面 現在為大家介紹它的引擎規格 1.4的四缸渦輪增壓 前面告訴你很清楚 它渦輪增壓器在這裡 1.0三缸一樣是渦輪增壓 連渦輪增壓這個保護的飾板都一樣 它是1.0的排氣量 這兩台車在硬體上的差異 50公斤 車重 一個是990公斤的SWIFT SPORT 一個是940公斤的1.0 SWIFT 但是它們的變速箱的本體是一樣 都是6速的6AT 6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在SWIFT SPORT的部分 它的排氣量是1373CC 最大馬力 140匹 表現不錯 扭力有23.5公斤米 原廠公布的平均渦耗 1公升跑16.6公里 1.0的SWIFT 它的排氣量998CC 最大馬力111匹 扭力表現16.3公斤米 我們拿這具1.0 和目前台灣買得到的1.0三缸 渦輪增壓來比較 福特的Fiesta 以及 Volkswagen 也有一具1.0三缸的引擎 在性能輸出的部分 福特的表現是最好 它可以達到125匹 VW和SWIFT其實只差1匹 但是在扭力的表現呢 VW表現是最好的 它可以達到20.4公斤米 非常驚人的20.4公斤米 扭力對於台灣的用路環境來說 是比較重要的 馬力反而並不是這麼的重要 在油耗表現的部分 因為Fiesta和 Volkswagen 都搭的是雙離合器 自首的變速箱 但是我剛剛講到一個關鍵 只有它重量在1000公斤以下 所以SWIFT的油耗 三缸的SWIFT油耗表現還是最好 我們剛剛講外觀 這個14萬的價差 你看得到的就是空域套件和輪圈 但是在內裝呢 你看得到的東西就更多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坐這個椅子 他們原廠強調這個是 桶型座椅 跑車化的桶型座椅 但是其實1.0的SWIFT它的座椅也蠻好做的 另外一個看得到就是這些飾板 包含了方向盤的車縫線 還有方向盤的材質 以及排檔桿旁邊的紅色車縫線 還有基座附近的飾板 因為現在車輛都朝電子化去設定 所以它有很多電子化的改變 可以讓你整個駕馭起來會有很大的差異 首先第一個就是儀表板中間的螢幕 在Sport的部分還包含了 渦輪壓力 甚至包含了最大扭力 最大性能的輸出還有居質感應器 在1.0就沒有了 那我覺得整個中空台來看的話 SWIFT它有一些地方設計其實還不錯 包含了整個駕駛的視野也好 甚至包含了你開車的感受也好 我剛剛有強調一個重點就是電子配備 因為電子設定的不同 會造成你在方向盤轉向的時候 第一個方向盤的阻力會比較大 第二個部分方向盤轉起來會比較重手一點 但是在1.0的部分它的取向就偏向舒適 兩台車因為輪胎尺寸的不同 所以回轉半徑差了一點點 一個4.8一個5.1 差了30公分 不過這30公分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方向盤 我剛剛有強調方向盤 在SPORT的部分 我們現在做的是SPORT 在SPORT的部分 它的方向盤的主力 還有輔助和1.0有很大的差異 這個是消費者上門試車的時候 如果你有機會試到兩台車 尤其是女性駕駛 你可能要去試一下 你可不可以接受這個方向盤的輔助 我想男性駕駛應該都沒問題 因為以SWIFT SPORT來說 它的底盤我上次在試駕有講過 我們現在輪胎前面是230kPa 後面210kPa 整個開起來 第一個 沒有鮮背車天生的那種噪音 沒有 組裝品質很好 第二個就是底盤的Q度很歐系 還有底盤的處理 坑洞的抑制表現 是非常扎實的 這個在小車非常難得 尤其你常接觸一些日系的國產小車 它的差異就很明顯可以感受得出來 兩台車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一個更重要 動力 它的1.4渦輪增壓引擎 140匹的馬力輸出 以及扭力的表現也非常出色的情況下 它整個開起來是 上坡的山路 非常非常輕鬆 這個在以前 引擎科技沒有渦輪的時候 根本不可能打成 可是現在1.4 你根本沒辦法想像 1.4居然可以這樣子 這麼輕鬆 以前2.0NA可能都還沒辦法這樣子做 這個就是現在渦輪當道的一個優勢 但是渦輪會當道多久 我們也不知道 你看我們現在經過這個磁磚路 它還是出力的非常棒 不愧是一台在歐洲賣得很好的先輩車 大概就是只有方向盤 然後還有一些衣表的電子的設定 會有一些差異 座椅的包覆性 我認為雖然當然Sport版本還是真的好一點 可是我覺得其實那個就夠了 所以整體開起來的感覺是 Sport版本它是一個開起來 加餘起來非常輕鬆的車款 而且質感 組裝紮實度都兼備 真的兩台車差好多 時速40公里而已 第一個 引擎的噪音 可能這台車比較早上市 它已經行駛14667公里了 引擎噪音差多了 你右腳踩的深度也差遠了 我們一直強調14萬的差異 這14萬差異可能讓你正常的支出 差了大概幾萬塊 可是整個恰遇起來的感覺 這全部攤體五年 當然買Sport 為什麼要買1.0 你油門 我們同樣的坡 同樣的山路 1.0 你進彎收油 出彎加油 你加一直加一直加 才開始動 這個性能的輸出差遠了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 你因為踩得比較深嘛 所以你的噪音就大了 你在Sport版本 完全聽不太到了 引擎噪音在1.0 代數加一點點油 5%的油就好了 它的差異就非常非常明顯 好現在再回轉了 4.8和5.1 有點優欸 真的有差耶 不要小看這個30公分 還是有差 1.0的方向盤的輔助 它就設定的非常輕 所以你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在山路啊 尤其下坡啊 稍微抓準一點 它是很輕鬆的沒錯啦 對於一般代步 通勤的消費者來說 確實是 你開這台車可以讓你非常輕鬆 可是 它的性能輸出 畢竟跟1.0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變速箱搭配一樣 但是引擎的噪音 大概差一半 油門的深度大概多三分之一 然後整個避震器6號一定不一樣 雖然輪胎少一吋 可是它建議的原廠台壓 這個是250和220 所以KPA不一樣 但是所帶給你的感受呢 在1.4的部分 它是很Q很軟Q的 然後一次 在1.4的部分其實也不錯 可是為什麼它輪弧隔音做得不好 在1.4的部分輪弧隔音也比較大 輪胎的共鳴聲很清楚都會傳遞到車內 所以結論 我之前在試駕庫膏 叫大家買1.5 可是在Swift的部分 多花14萬買Swift Sport 它是一台 平常男朋友開 偶而男朋友累了讓女生開 女生開起來稍微發滿重一點 可是整個開起來的感受 它是很有信心的 1.0的部分 平常女朋友開 偶而讓男朋友開 男朋友說你買這什麼車啊 為什麼這車的動力差這麼多 如果你們男女朋友都開Swift的話 這種種加起來啊 稅金啊 油錢啊 付出的車價啦 可是它所帶給你的引擎的抖動啊 整個動力的性能輸出 外觀的空力套件 輪胎差一寸 內裝有一些同意 包含了儀表設定的不同 還有整個飾板上的不一樣 這個14萬值得 真的要買Spo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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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